硝烟是如何用五年时间从窦皇修炼到陡尊的 在离开嘎玛帝国这个新手村后 硝烟就正式踏入中州的试炼中 开启另一段开挂之路 刚到中州的硝烟就利用黄吉丹 晋级到了八星窦皇帮助雪姐寒月 打败了贪图她美貌的红唇 但是因为使用三千雷洞遭到了风雷北阁长老追杀 在天火尊者的帮助下 硝烟成功反杀了对方 并且得到了完整版的三千雷洞 为了提升实力拯救傲朗 硝烟来到天山血潭 寻找突破斗中的机缘 却意外遇到了自己曾经的妻子纳兰燕燃 靠着梁朵一火提起精纯能力 硝烟成功突破到一星斗中 在纳兰燕燃的带领下 见到了惺惺念念的云狱 在对方的帮助下 成功炼化了解碧炎留下的魔毒斑 晋级到了四星斗中 为了收服三千雷炎火 硝烟参加了单塔的炼药师大会 靠着绝佳的炼药天赋 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获得了收服三千雷炎火的机会 靠着紫炎赠送的龙印 成功收服了三千雷炎火 实力更是突破到了九星斗中 后在封尊者的帮助下 硝烟知道了要老的关押之地 为了拯救对方 硝烟做好了充足准备 但是五星斗尊摘星老鬼的出现 意外打乱了硝烟的计划 靠着天火三玄 便和佛怒火连 只有九星斗中的硝烟 强行打断了摘星老鬼的一只手臂 虽然成功就出了要老 但是硝烟也因此身受重伤 好在他提前吸收了三千雷炎火 靠着一火提供的生命力 以及星鱼盒的星辰之力 昏迷三年的硝烟 成功晋级到了本宗